玉米酒的酿制方法 很少人有人喝玉米酒 玉米酒的酿制方法如下 1. 两斤玉米煮熟 摊凉至30度 加酒取7克 玉米量越多 酒取加越多 按比例 一斤玉米3.5克酒取 2. 把酒取跟玉米搅拌均匀 做到每颗玉米都要拌由酒取 否则会影响发酵 搅拌完后装筒密封 3. 静待15天左右即可 4. 发酵完后即可用白酒蒸馏设备蒸馏 5. 将智德的生玉米甜酒 装入已消毒的酒瓶中密封贴标签 至于硬粮储存放 即为成品 可以直接饮用 也可以上市销售 夏天玉米最好浸泡12至16个小时 冬天最好浸泡24个小时 而且应该用温水浸泡 顶 puerta 6. 自信